是有病的 我們先帶著他是另外一種生命能量的展現 這樣跟他相處 然後常常聆聽同理他 你會發現所有過動的 如果你跟他建議好關係之後 他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種能量 你是可以感受一下 以前我們班上有一個很耗通的一個小子 他每次那個大隊建議也好 或者是打水比賽 他就叫我對大聲的 歇斯底里斯的你知道嗎 大家以為他瘋了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帶動大家的氣氛 所以那怎麼樣去跟過動兒的過動傾向 小孩子溝通 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要馬上下平假 多聆聽 在聆聽之前 其實一個更重要是先聆聽自己 我是不是被他激怒了 是不是被他激怒了 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怎麼樣改善小孩子的方法 後面有一些問到說 他小孩子很粗心 不懂禮貌 或者耐心不足 我怎麼改變他 其實有時候根本不需要改變 那改變的是你對他這種行為的看法 你可不可以容許他這樣子 當你容許別人那樣子的時候 他就得到了你的愛 然後你再好好跟他說 說你的感受也好 那如果加上一些同理的一個方法 站在他的角度 去思考這個問題 喔 所以你剛剛這樣打 會打他是因為他之前有打你 那你一定覺得 他之前很委屈對不對 切入他的感受 當一個人被了解之後 我們剛連結早上講的 他信仁核就縮小了 信仁核很大的時候 人情緒就很激動了 要不就很生氣 不然就很緊張 或者是很難過 這個時候呢 有兩個力量 可以幫信仁核縮小 第一個是這個人 他本身會做覺察 自我覺察 可是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沒有學過 所以我們引導他 引導他第一步 必須先了解他 所以第二個方法 那個信仁核縮小 就是說出他的感受 當你引導他說出他的感受 你要同理他的感受的時候 他瞬間就覺得我安全了 因為有一個人挺我 信仁核就慢慢縮小 有安全感的 一個有安全感的小孩子 還會很躁動嗎 動動罵人打人嗎 不會 所以這兩個力量 他已經記得 看你怎麼樣去用你的方法 引導他 自我覺察 或者是你多同理他 可是通常 講歸講 現場一定都失敗的比較多 對不對 理論歸理論嘛 所以為什麼 活在當下才是最重要的 你常常在當下 在當下發現自己生氣了 這就是一個親子關係突破的開始 而不是後面的技巧 技巧你都懂 你甚至可以上來講的更 比我更好 可是 都是在當下失守 對不對 不斷的在當下失守 但是呢 最差 因為我們一個精子就是說 不要怕失敗 接納自己的不完美 接納自己的不完美 我們已經苛責自己很過年了 早上曉文老師最後 愛自己 抱自己一下 所有學過正念裡 最後都發現 原來 愛自己 是那麼重要 而不是 愛外面的面子 愛別人給我的評價 愛我有多少獎勵 多少名利財富 OK 那有問題我再繼續發問 我會回答 接下來我們這個是 這節根字比較有趣一點 怎麼樣 首先來講這個 那今天回去之後 可能明天有人就不來了 那我建議你們 會不會要一些人來 還有一些空會 對不對 那我真的非常建議 你們明天要繼續來 盡量繼續來 這兩天之後呢 也許你們就把這兩天當作是一個演講 或者是有聽到一些不錯的觀念 可能都忘記了 所以我建議 加手機開 關機的請你開機一下 好不好 我們先來嘗試一下 什麼叫做線上團練 如果你沒有這個軟體的請你先下載 Zoom Clang Meetings 阿蔡在哪裡舉手一下 不是在 在那邊 那個 明姐 你也在哪裡 這是我們的長久的成員 還有嗎 在座還有 常常跟我一起進去做的嗎 我們已經做了兩個月了 還有嗎 就兩位 我記得是兩位 好 等一下會有點早 我有叮叮功 因為很多手機好像會干擾 沒有關係 我們來試做看看 你看 一部分不講解 先下載好之後 他會要登錄 再慢慢登錄 這邊有一個 右下角有一個加入會議 你按加入會議 按加入會議之後 他會要你在 那個會議號那邊的請輸入2090751209 這是我的啦齁 我的號碼 然後再按加 我們看到彼此對不對 那我們每天有兩個時段 有兩個時段是線上團列的 我日期 我那個時間忘了寫上去了 你們可以抄一下 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 晚上九點半到十點 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 晚上九點半到十點 然後這個進去的時候 請你把它調成靜音 因為有時候你家裡有些聲音可能會傳進來 怎麼調靜音呢 你就點進去你那邊 然後左下角 你的頁面 第一頁還第二頁 左下角裡面有一個麥克風 還有或者攝影機的 你就把它點掉 聲音點掉 你的影像還會在 如果你把影像給點掉了 那就只剩下你的一個靜態的一張圖 可是你還是在線上的 OK 如果今天之後呢 今明兩天之後 我們還是可以在線上見面 而且是天天 一天見面兩次 那也有一些朋友 他跟我反應說 嗯 這樣子每天固定的團練 讓他有不錯的一種進步 我們很開心 這個才是最實際的 那你上台的時候 我建議你就是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一天先從五分鐘開始 五分鐘當然下線 OK 晚上再跟著五分鐘 那不要一下子就說 啊跟我們都要做一個小時 或半個小時 加入我們那個睡好教訓練部 OK這樣不會操作 如果等一下不會操作呢 我們休息時間 我再教你 哇 敏捷第一次那麼多人 我想說喔 以後如果有很多人這樣的話 我相信那種集體 那個職場是更強的 假設 全台灣每天每人靜坐三分鐘 我相信我們整個集體 氛圍會不一樣 這也是我一直想推的一件事情 這跟宗教無關嘛 只是靜心嘛 回到當下 對不對 一天就三分鐘 OK 好這是第一個 給你們建議的 好 今天晚上就來試試看好不好 如果你想加入的 那你可以先上了五分鐘 你就會看到 我在那邊 好 正面覺察的那個幸福心法 我要講這幾個觀念 可是呢 用遊戲 用好玩的方法怎麼帶來 當然就是看影片 好 快樂跟改變從當下開始 不求塑效和外境的改變 好 求對於自己的一種自我關照 好 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看影片說故事嘛 看玩遊戲嘛 對不對 看影片說故事玩遊戲 如果你們網路上有看過 這個影片還蠻不錯的 那這隻蒼蠅呢 就相當於我們的煩惱 或者外境給我們的考驗 可能是一個人 一件事情 一個壓力 好 這個人就是我們 第一個方法 外面剛才來的時候呢 先解決它 我不是說你不能殺蒼蠅了 你應該 我不是說 這世上有很多武藝高強的人 很有才華的人 或者品格很高的人 他們就像這個人一樣 擁有把外面來的壓力殺掉的能力 可是他們就得到的結果也是跟他一樣 被他犯死 因為這個方法是對抗的 對抗反而撞到了他 好 等有一天 你進入到另外一種的心靈的境界 你發現 原來可以跟他共濟 原來 他就是我要學習的功課 那這一切可以從正面覺察開始 在當下那一刻 一個呼吸 可能就已經到 進入到這個 退變 好 用影片來說明 尤其是對小孩子 所以不求素效 你看那個砍那個蒼蠅最快 這樣需要也是 趕快吃就趕快有效 然後趕快沒效 對不對 然後你就笑不出來了 可以押韻 來 外境的也不要求外境一定要改變 再來 接納自己跟別人的情緒 情緒本身沒有對錯 因為我們東方人太喜歡就是 把所有情緒都壓抑下去 哭的時候 小孩子哭我們叫他 不要哭不要哭 他生氣的時候你會叫他 不要氣不要氣 他害怕的時候你會說 他說很痛的時候你會說 他意思是想尖叫的時候你會說 對不對 有沒有 好 所有的情緒會因為你壓抑他 反而壯大他 因為他得到了更大的注意力了 有沒有 好 那這樣講就用一個影片 剛剛那個影片我都會上傳到那個 已經有在那個 PQ覺察區那個社團 你可以去下載 或者直接從 YouTube搜尋 Change your thought Change your world 就是改變你的思想 改變你的世界 好 第二個 接納 我心動不想看到 我心動不想看到 這個我心動不想看 所以一下門 不是ыв 我心動不想看 他家裡 那天 事來自言 這個 人 在你的手 a monster showed up at the palace door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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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nster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one of the guards opened it he took one look at this monster and said what the f*** you ugly dirty monster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on the king's doorstep you don't deserve to be here go get away and with every word of negativity unkindness and pushing away that monster grew bigger and bigger and bigger until the monster was so big that he just pushed the guard out of the way stepped on him and knocked a hole through the palace door and now the monster was in the king's palace and these other guards heard all the noise and so they came running to see WTF what's going on they see this ugly monster and say who let you in the king's palac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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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hould not be here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ou ugly dirty smelly monster le you now and with every word of negativity unkindness pushing away that monster go bigger more ugly and more smelly and later the monster just walked up right up to the king's throne flopped on top of the throne pushing away that monster and now taking control of the palace but one of the king's closest men the last man in the palace he stayed back observing and he said to himself the king will know what to do so he hopped on his horse and went to find the king he finds the king and he's like kane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what happened kane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what happened your palace has been taken over by a monster now the king was a very wise king right i told you he was cool he was wise so he took a deep breath so he took a deep breath and said ok and so they rolled back to the palace and the king walks in the palace and the king walks in the palace and the king walks in the palace and one of the palace doors he walks up to the monster and says welcome it's good to see you how you doing is everything ok and with every word of kindness compassion and acceptance that monster grew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smaller until the king finally said and smaller and smaller until the king finally said you know what monster you can stay here as long as you like 문' you know what's hewa st Пол О'll forist you know what monster you know what monster you know what guy how rot использ 这情绪真的不用管理吗 可能这句话有争议 但我真的觉得不是用管理的 而是用觉知的 然后调适它 就像这个情绪一样 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是常常就是 不允许我们有什么情绪 可是你不允许他反而越大 所以不如我们就先看清他 看着他 他反而会得到你 适当的一个注意力之后 就走了 跳出是非对错的惯性评价 这次觉得他有一个精神 惯性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一个 所以我在船舶里 我买了这个交易 5盒子给5$ 这是很棒的 因为它是相同的价格 买了3盒子 所以它不重要 然后我买了3盒子 我买了3盒子 我买了4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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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买了4盒子 我买了3盒子 然后我买了4盒子 好 好 你現在對他有沒有一種印象 你要誠實一點的 不能說他真的是好人 如果你遇到這種人 你是不是第一個印象覺得他就是 要勾拉撒這樣 沒衛生 有沒有 看看喔 所以 我坐在這裡 我聽到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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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著我的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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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包子 我不是在這張照片 我不是在那張照片的整個時間 他沒有說什麼 他最後的包子 他最後的包子 然後他破裂了 這就是覺察跳出慣性思維 所謂你以前認為對的 請你今天回去開始質疑 你就得到新的 新的發現 試試看看 所以為什麼覺察可以帶來很大的轉變 剛剛不是一天就這樣子 就是慢慢發現 原來我原本想的 並不是事情的真相 好不好 你社群質疑你所有的東西 包含你 認為崇高神聖偉大的媳婦 我就是當過叛徒啊 我當過叛徒 我今天才就是我沒有宗教這樣子 當然我那時候也被詛咒得很慘 我那時候活在那個恐怖裡面 一直自責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罪人 那一段很悲慘的日子 一年沒有幫我睡好 我就透過覺察慢慢讓自己找到內在力量 所以我現在我甚至可以回去跟我的媳婦 以前我遇到他就要跪的耶 對 講他一句不好就要被打耶 有聽過嗎 很可怕的一個 好 那 慢慢輕鬆看 所以我剛剛給各位示範 他就說如果你要教學的時候 不要只有講一些理論 有時候讓他們體驗一下 比如看影片他們體驗是很好的 接下來 剛剛還有那個 那個網路那個遊戲 不是遊戲 那個團練 接下來 我先跳到這邊來 這個 你們可以照相照一下 當然我有分享那個到BQG察去的社團 右上角這個藍色這個網子請照一下 這個是我一個朋友王國祥 我用 我跟他講好我的一個想法 然後他幫我寫出來的一個程式 只要打進這個網子你就可以玩了 好 我們來玩玩看 我等一下 我記得好像用Google Chrome開比較好 好 然後你就進入到Tinger覺察計時級 我們現在來玩玩看 有優化 如果你有玩過這個人家的顏色不一樣 對不對 手機也可以玩 好 好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 他會從1到10 聲音還可以自己選 慢慢可以自己調 我已經把這個 上傳到我們那個群組裡面了 你去找記事本 裡面還有使用的方法 好 現在呢 請你把聲音跟數字連接起來 好 等一下我會把數字切換掉 準備好了 好 好 這時候就可以請別人或小朋友寫下 剛剛聽到多少 你們可以寫寫看 不要講 來 寫寫看 如果有筆的人寫一下 沒有的話就用手指筆好 我說一倍 七 你就筆 不能夠看到別人就改 好了 一倍 七 好 來 公佈答案 三 答對的舉手有效 所以你們鋼預 代表你們鋼都非常專心 可以檢測出小孩子有沒有專心聽 所以這是可以檢測的 那可不可以訓練 可以把時間拉長 來 我們來試試看 來 增加難度的 快是一個難度 越快你越難專心 好 聲音這邊是好玩的 健身好 我們看看 好 準備要切換 很好 好 请写下 好 公布答案 答对了请举手 答对了请举手 还是很厉害 我就不相信我考不倒你们 好来 慢判进入到 你可以吃考五题吗 你可以 小朋友就可以一次两分钟 他通常都跑掉了 OK 我现在干扰你了 我其实准备些话 白日一三季 滑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低头思故乡 我真是个大诗人啊 我来唱一首歌 生气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一时的情绪 难过有什么关系 他总是来来又去去 紧张有什么关系 反正他是他你是你 反正他是他你是你 恐惧有什么关系 慢慢看着他就 克举 好 请写答案 手指平好 公佈答案,答對了請舉手 你們抱是打敗了 好,我跟妳講 如果剛兵惠老師在這邊他說 師姐我配合妳的TG覺察器 我們這次時間不多10分鐘就好 我跟妳講中間很多人都睡著了 最後寫出來亂寫一個 所以小朋友你要適應他的定力 透過聽覺覺察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怎麼樣知道效果如何呢 這個軟體很棒 歡迎你們使用 也希望多推廣 我下次來請大家變成一種有闖關的 有這種累積分數的 我現在在跟他討論說怎麼樣把它寫出來 OK 接下來呢 情緒急救的覺察法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什麼 屬前覺察法 下次你遇到任何狀況 情緒起伏很大的時候呢 請你記得做幾個方法 你喜歡的方法 這是我建議的 回到感覺 手指摩擦 我們來摩擦一下好不好 手指就好 不用這樣子 這樣是韓國人求救的那個 手指摩擦就可以了 動作很小人家不知道 好 現在我們來試著來練習一下 你想最近你發生了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很有壓力的 或者是很生氣的一件事情 還有畫面 想到那個人 那個爛人 那個很糟糕的那件事情 好像火氣慢慢 或者是你情緒慢慢起來 好 請進入那個情緒 手指 繼續摩擦 不要停 進入到那個情緒 你最近一個很難解的一個難題 進入到那個情緒 手指繼續摩擦 好 現在多一點注意力到你的手指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試著 全部回到你的手指的感覺 好 這個簡單的 我稱為叫數錢 因為越做 越做 錢越多 因為每天都很數錢 已經幫助一些小朋友 寫功課的時候 很煩 然後摩擦之後 他就可以去寫 很緊張 透過這個動作 回到感覺 他就敢去面對 他就從思維把它切換到感覺 這是每一個人都很簡單 都可以做到的 好 第二個就是 就是慢 慢深呼吸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一個慢字 慢 拉長 下次呢 任何狀況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三個方法 第三個就是自己問自己 我有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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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加上自己的名字 呼喚 呼喚自己的名字 問我有什麼感覺 好 基本功 我們都練過了 生理回饋於 早上我們那個 休息時間裡面有去玩過 然後冥想音樂很棒 我們魔法氣球 魔法氣球 魔法氣球就是 手中有氣感的一種練習 好 我們現在來試著 來體驗一下 小朋友做完這個 通常會覺得 哇 好神奇喔 有些人是有第一次 這種手裡面有所謂的 氣感的那種感覺 現在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試著 我們來練習一下 好 我們手 兩手 掌心朝上 慢慢往上 兩手 越慢越好 好 到肩膀高度的時候 分掌 好 把你的注意力 輕輕地放在你的手上 好 再分掌 好 再分掌 你放輕鬆 很輕鬆地 將你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手掌 慢慢輕鬆地感受你的手掌 慢慢輕鬆地感受你的手掌 好 現在你兩隻手掌相對 就 往中間慢慢靠攏 然後再往旁邊拉開 同樣 慢慢做 把注意力放在手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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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察你的手掌的感覺 靠近然後又拉開 眼睛閉起來 或者是睜開一點點 現在你試著去抓到一個點 這個點就是你兩手靠近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點 你不容易推進去 好像磁鐵的南極跟南極 到那個點的時候 你硬推進去當然可以 可是它似乎有一個力道幫你擋著 如果有找到這個點的人 請你跟我一樣 手轉到上面來 摸一摸這顆能量 掌心相對 掌心相對的 好像真的在摸一顆球 你現在有覺得中間有一股能量 或者有一個隱形的丘勒心點頭一下 好 這個就是魔法氣球 當然你可以做之前先摩擦一下手掌 也可以 這個指導語 我有上傳到全班都靈分之絕察練習 就是剛剛喬文老師提到的那些 我那時候有請人家幫我錄 OK 好 那剛剛應該你們有聽到我手機在響 不是給有人打電話給我 我在設定我兩點到一 我演講的兩點到三點之間的 每十分鐘響一次 好這是一種透過鬧鐘來提醒自己 覺察的一個方法 如果你們有看過那個鎮定的奇蹟 那個異形蟬石那個 他們每次是十五分鐘放一次 所以你在家裡 在班級裡面 可以設定比如說每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放一次 大家約定 這個聲音聽到時候 大家呼吸個三次 或五次 你一定會遇到一種狀況 兩個人在吵架 吵到一半 呼吸 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 這個很好玩 以前我小朋友很有創意 他是在我們發文的十鐘拿下來 把所有的數字改成NOW 現在什麼時間 現在是現在 鬧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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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答費所問 就是你說什麼 我不能回答 你們應該玩過那個遊戲吧 這個蠻好玩的 強化五官的 五官的強化了一個覺察練習 用視覺 我們分成幾個感官來體驗一下 我們視覺來講 這個應該有些人看過 你們看這是什麼顏色 有看到什麼顏色請說一下 好多色對不對 五彩繽紛 中間有沒有看到一個黑點 現在請你們把所有的注意力看那個黑點 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鑽進那個黑點 然後你感受一下整個畫面有沒有變 有的請點頭一下 旁邊顏色變淡的舉手一下 有沒有人可以看到全白的 也有 好 如果要持續這樣看一個小時 你會不會丟雞蛋 會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對自己常常就是那麼殘忍 我只要看一個人的缺點 他明明有那麼多優點 我就只要看黑點 把自己弄得很累 然後就說這世界好灰暗 我生病了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只要慢慢輕鬆看 現在我慢慢輕鬆看 是不是看到了整體 看到了五彩繽紛 或者我們稱優點 也有看到中間的黑點缺點 這就是我們生命的原貌 本來面目啊 為什麼一定只看到黑點呢 這個黑點不一定是指缺點 我每個時候放大一個人的優點 他的缺點都沒有看到 什麼時候發生 變愛的時候 然後就會進入到 就會去結婚 哪一個婚呢 你們應該知道了 好 你們覺得這個筆會不會掉下去 不會 因為它是3D圖 像不像 好 這是平面的喔 你們發現這 後面這個形狀是狗 請問有幾種顏色的狗 你們可以直接回答 兩種 答案是一種 只有黃色 上面有不同的顏色 你就看出不同的顏色 每根本質都一樣的 它下面都是黃色 OK 這個視覺方面 那當然 還有那個什麼 找不同啊 大腦瞬間記憶啊 這些都是增加它 這個小朋友 你可以打大腦瞬間記憶 那就可以來這邊玩 由小孩到大 1 6 8 6 7 假設 我知道這個應該是這個吧 但是我喊錯了 那最後呢 就會給你 答完實題呢 對 對幾題錯幾題 它就會給你一個 你現在大腦的年齡 那小朋友也來一起玩玩這個 大人也可以玩玩 大腦瞬間記憶 這樣去查就可以了 聽覺覺察 我們剛剛講實題的 聽周圍的聲音 剛剛我們經覺覺察 計時器也是 聽很小的聲音 觸覺的覺察 現在我們來做一個好的 時間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來體驗一個 現在找你們剛剛那個伴 我們請起立一下 我跟正欣來做個示範 真心請 尤其這個跟家人做很棒 我不知道 我們人體對中兩個習慣是 心臟跟對臟 但是我這個地方 我們拍不到 所以呢 你現在就是兩個人同方向 其中一個人幫他拍 看你要怎麼拍都可以 我是習慣 這樣 鼻起的拍下去 被攤的人呢 感受一下被攤的感覺 攤的人也要感受一下你攤的人的力道 就是這樣 我來問他 如果不太到 我來問他 如果不太到 如果不太小力的話是沒有用的 太大力或是把他打成重傷 如果你看旁邊這個人 剛剛進來就很不順眼 現在就是你報索的機會 家人 這個人們一定可以這樣打 這個地方會很舒適 尤其最近不是感冒很多人 增加背部的一個 細血流氧 來 打的人跟被打的人去感受一下 這個觸覺 其實這邊還有一些愛的能量的問題 來請交換 要打到有一點適當的力道 不然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好 那也不要把對方打成重傷 來感受一下 其他地方你都開得到 沒有靠邊 就是唯獨這個區域呢 你是很能打到的 好去感受一下 ok 我們可以慢慢停下來 慢慢停下來 等一下 不要坐下來 你們趕快聽到這個中間 聽到這個聲音就是要呼吸三次 呼吸三次 兩次 三次 你不知道這個計時器 已經解決了多少人的爭執的問題 好 ok 對 那現在呢 不好意思 時間不夠了 我們進行下一個請坐下 我本來用信任跌倒的 恐懼 恐懼的一個體驗 文化香 那個 會覺得覺察呢 明天我一個朱樹朱老師 帶領我們做那個 長葡萄乾 怎麼應用到飲食裡面去 其實呢我後來發現 半死也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是慢慢吃東西 而且吃自己喜歡的東西 不要都是吃天然有機那個 我跟你講吃天然有機的那人 常常都是心裡很不天然有機 因為他覺得我身體很糟 所以我要去吃那個 所以剛好功能抵消 你不如去吃你喜歡的東西 但是帶著覺察慢慢吃 你會自從吃的比較少 身材會維持的比較好 你看又有吃到 有那麼快樂的一個滋養 融入科目的 這邊我就不講 沉澱靜心 你們可以到網路上 搜尋沉澱靜心 你沒有金心瓶呢 也可以帶這個 給別人看一下 這是我傳上去的 大家做慢慢沉 就像我們的心一樣 對我們的情緒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嗎 預防憂鬱症狀的方法 就是不要一直咬你的皮質 裡面的東西就像憂鬱的因子 你要一直咬 我要趕快好起來 我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一定要想 我不能憂鬱 我不能憂鬱 你知道我不能憂鬱 就是這個動作 你知道嗎 可是如果你放著 我來看著我的憂鬱好了 我來跟他共存 他就存變了 所以接納自己可以難過的人 不會得憂鬱症 接納自己可以害怕 可以當一個數大的人 不會得恐慌症 接納自己可以犯錯的人 不會得強迫症 強迫症就是不容許犯錯 今天做到最好 接納失敗的自己的人 可以不用得到精神分裂的思緒失調 他永遠在當下 就像我們人類的文明 而面臨的各種大問題 你會遺傳老 像生態文 這是我的紀錄片 那我一定 我一定可能準時 因為剛剛有點晚開手 那闖關活動 我有設計了一些闖關活動 像老師說 好 我想我們就 生理會不會早上已經體驗過了 這還有一個 最近我還有跟一個教授 發現一個 這是帶老婆燈 然後可以專注力來控制這個魚 釣了多少個大小隻 然後可以打保齡球 用專注力打保齡球 很好玩的 射箭 開賽車 那我還有很多 比如說心靈電影 你知道到那個 PQ絕招區的那個社團 這些你都拿得到 因為我今年辦第五年 我也就是很愛玩的人 我也收集了一個非常棒的一些 心靈電影 遊行歌曲 那我自己也寫歌 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不是來傳聞絕招 我是來玩的 有這種感覺 好 我們回到剛剛那邊 最後我們 結束前來來玩一個 老實說 這小朋友超喜歡這個 我們在下課休息十分鐘一下 好 現在必須加上老實說 你才可以做動作 否則你就出局了 應該都會玩這個遊戲 這是一種注意力的一種練習 老實說起立 動作太慢你要出局了 好 都起來了 老實說拍手三下 喔 那麼小聲 拍手三下 拍手人坐下 我也沒有說老實說 拍手三下 我只是說 剛好拍的人請坐下吧 第二次啊 第二次啊 好來 敬禮 欸聰明 老師說敬禮 敬禮 坐下 手放下的人坐下 剩下的人不多了 縮手算了 手放下 不會跟老師說手放下 老師說手放下 很好 來 雲 那邊是右邊嗎 向右 轉 轉 老師說向右轉 真的有人跟我轉對邊啊 來請坐下 沒有轉的也請坐下 好來 轉回前面來 轉回前面來 來坐下 不是說轉回前面 老師說轉回前面 老師說轉回前面來 好 你們這些人太棒了 通過第一關的考試 請坐下 好不要一個 好 通常這時候都會全軍覆沒 小公囊很喜歡玩這個遊戲 當然他們的等級會越來越高 你就設計一些 好來 真的坐下 各位老師 坐下 哈哈 剛剛有動作能夠出局 齁 這老師真的太奸詐 好我真的會很奸詐 好來 這幾位朋友 我們要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還真的坐咧 還真的坐咧 好老師說坐下 一二三四五六六個 欸那個小朋友好厲害喔 好 OK 那我們 本來我忘了排下午的休息時間 我們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有那個 那張正希老師帶領我們做 進行的一個覺察 OK 請下課幾分鐘 謝謝 你們那個 回 那個小指條 可以我們給老師回饋一下 好嗎 好嗎